這就是我們今天點的經國麵 經國麵 這裡面聽說有祕密 當年經國先生去金門 就是烙軍的時候 經國先生每次去都會去吃 所以後來經國先生很喜歡吃 之後這個東西 很多人就會叫它經國麵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因為 它下面藏一顆的包蛋 這碗麵 對 下面藏了一顆的包蛋 怎麼樣 真的大驚喜是那個蛋 沒想到這個不用加醬油 它配那個酸菜肉末可以這麼好吃 我覺得它的餐廳真的像這個超美 超像夜店的 很不知道誰啊 很有現代感 對 看到很獨森的穿得很漂亮的感覺 大餐來囉 謝謝 謝謝大爸的調酒 太漂亮了吧 對 其實這邊這個餐廳就是我們跟你們 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這邊就是二樓的WAVE餐廳 對 然後它這邊除了就是吃西餐之外 我覺得整個設計的裝潢 其實是比較偏那種Fusion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除了餐點好吃之外 來調酒喝一下 它這個調酒是有真的是挑選這種 世界冠軍的這個 伴侶者的這個酒譜 然後來做這樣 冠軍的 它真的滿特別的耶 因為它這邊上面是真的有肉乾耶 而且今天的餐點 你聽說是六月會心上市的菜攤這樣 因為你知道你的寶貝的女兒是菱莎 所以我們今天就選擇了一個 你知道金莎的這個義大餐 厲害厲害 真的好吃啦 就是那種那種鹹蛋黃的做法 那種通常偏中式 我們把它做成西式 然後配上這個香料啊 然後跟這個蝦子 一哥你知道我心目中升級 又升級了 又升級了 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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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跟您介紹一下 我們叫七海浴所 對 七海浴所 這是金國先生所居住的地方 金國先生 金國先生就是 我們台灣算是建設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 十大建設的工程 是我們的總統 總統 以前的總統 對 看起來很好出耶 所以是西式的 就高級的感覺 嗯 但這個羅宋湯 也跟金國先生有一點關係 這還說什麼 對 就是 金國先生的夫人 是那個俄羅斯人 對 所以他們其實料理裡面 也會帶有一點俄羅斯的元素 羅宋湯就是其中一個 很少吃到俄羅斯的菜式 對啊 變白色的是酸奶 它濃到很像醬耶 好想配麵包似的 這感覺會配個麵包 對 主要是那個 番茄的那種 煮出來的那種 它的甜味 還有那個牛肉 牛肉 比較紅酒的 對牛肉 煮到變超嫩嫩的 對 牛肉